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呼吟公子回帝 恭贺公子授封昭德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消息挺灵通的嘛 起来吧 谢公子 再摆一点 夫人 公子回来了 慌什么 公子还要看戏 没这么快回来 看戏 是啊 看夫人的一出好戏 怀蕊 你这是做什么呢 妾身向公子请罪 你把家里打理得规规矩矩 哪儿有什么罪啊 这些天公子在外受苦 久死一生 妾身身为公子发气 并不能随事身前 请公子责罚 那哪是你的错呢 更何况你不是派了方尔阁吗 是派了 可尔阁 在看他公子受困 暗闭不动 是吗 那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人太多 下坏了 还是 帝太师 马塔华了 他 都不是 是妾身吩咐他 可惜呀 府里嫡夫人的位子 再好再高 也好不过方氏一族的尊容 也好不过方氏一族的尊容 却没想到公子几乎遇险 妾身愚蠢至极 没有脸再当姐妹们的表率 请公子废数切身 敌夫人之位 请公子三思 夫人贤良淑德 人人皆知 请公子体恤夫人的丧子之痛 不要责怪夫人 行了 请公子体恤夫人丧子之痛 不要责怪 行了 好 怀蕊 方氏一族的尊容如此重要 所以我才必须历劫归来 好让我能够欲火重生 不然 我怎么配得上 做你方家的女婿 你说对吗 怀蕊 谢公子体恤夫人 所以我怎么会怪你呢 来 起来吧 都起来 起来 听说公子平安归来 必获封爵位 莲姑娘功不可没 夫人过奖了 陛谢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来 我的女人 当然要与我 同生共死 苏南春 在公子 命人好好收拾收拾莲微居 从今日起 莲姑娘不再助流云小珠 是公子 妹妹 你就安心住下吧 算是没有辜负姚妹妹的一番口心 对了 怎么不见海瑶呢 这几天我一直劝她 没想到她还是不肯见公子 什么事 是世子 这次灾祸 听说姚妹妹提前从世子那儿得到什么消息 可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给压下了 夫人 您果然没有料错 公子和莲姑娘已经过来了 而且公子果然没有发递夫人 是 公子要得势 还要依靠方氏益族的扶持 怎么会就轻易发了的 只可惜我 自认为精明 却看错了枕边人 还有那个洛青莲 问公子安 你家夫人呢 疾病公子 夫人病了 什么病 公子出世这几天 夫人担心公子的安危 茶饭不思 夜不安寝 奴婢们怎么劝都劝不动 今日听说公子回来了 夫人高兴得不得了 一大早就起来了 可谁知刚准备出来迎接公子 竟然就晕倒了 那请过大夫了吗 请过了 王府的张医官就在里面 还请各位夫人 姑娘 在外面稍候 等医官瞧过了 奴婢再来 不必了 既然姚妹妹不舒服 我们更要去看看她 见过新公子 恭贺公子受封昭德将军 行了 姚夫人的病 再贺公子 这姚夫人定没有生病 而是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如画 借身恭迎公子 快起来 这要是动了胎气怎么办呢 哪有这么金贵啊 怎么不金贵 我贺连心的女人 孩子 哪个不金贵呢 进去坐啊 别站着 动了胎气怎么办 来 坐 姑娘 这莲卫居离卫西迟最近了 风景特别地好 之前莫夫人有身孕的时候 想从廷兰阁搬走 公子硬是没搭茬 如今赐给姑娘了 足以见得 公子对姑娘的厚爱 小姐 这里真好看 比凌云小处好多了 莲姑娘还有什么需要 小人这就去回了公子 不必了 公子的伤还没大好 姚夫人那边也需要安顿 就别再扔了 公子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的 这整个公子底都是我的 你看你看 这个词 多粗多粗 回去把我那一套 君瑶替花海棠红给拿过来 是 公子 小人马上就去 等等等等 怎么就一个枕头呢 而且这被子 一看就不够软 扔了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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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是 公子 小人马上就去 行了 什么都不用拿 先下去吧 公子胡闹也得有个边啊 什么胡闹 用千里良居换来的宝贝 当然得好好地供着 不过你放心 我贺连信 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女人 公子对自己的女人 还真是好啊 就在公子最为难的时候 稳稳当当地送上了一级大台阶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公子容得下方尔阁按兵不动 又怎会容不下灰公子之死 过去的事情再怎么痛苦 毕竟已经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未来重要了 公子不是听得糊涂 而是心比耳朵 听得更远 丫头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女人越聪明 男人抖得越远 公子想躲 是 但我更想做一件事 是什么 让你失望 好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进了公子底 世事都能够如你的意 别忘了 你是我的女人 以后你每日都要陪我用膳下棋 言莫读书 沐浴半寝 公子 我们是君子协定 你承诺不碰避切的 君子 谁是君子 你是女子 我更加不是什么君子 别挑战我 或许你越懂 我就越有兴趣 丫头 死了这条心吧 这水里不是蛇就是鳄鱼 你还是乖乖地 待在我这条船上吧 从明天开始 没我命令不许出门 小姐 小姐 公子不是真的想把你禁足吧 不出门也好 他最有考量 别担心 何连心心怀百姓 必能成为取良民主 只是这沐海瑶印象很多 我家有势力庞大 迟早会伤及何连心 就这么把他管起来了 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 可是大得很 此次 他护我有功 乱了世子的计划 又在父亲面前 大出风头受到赏识 现在这府中上下 都对他虎视眈眈 一个之前从来不知府中身前的人 想要在这儿活下去 就必须先学会等待 你就不怕他关得太久 憋出病呢 他不会的 你把我说了 呼唤 姑娘 你画画呀 画花鸟鱼虫 我要画的不是画鸟鱼虫 而是这公子狄的人心 你们三个 谁在这府上的时间最长 谁跟的夫人最多 回姑娘 我们三个都不善风扬 自然没有夫人喜欢 所以都是来这儿 时间最长的下人 也是跟过夫人最多的 原来公子分这些下人给我时 便料到了今日 李唐 在 你借在此多年 对曾经发生的事情 一定是最清楚的 从今天开始 我需要你一件一件地 把事情都给我讲清楚 我不要有一丝遗漏 是 芝月 奴婢在 你跟过几位夫人 对几位夫人的脾气秉性 也了解几分 他们是凶是恶 与谁交好 喜欢穿什么衣裳 养过几条狗 我都要了如指掌 是 奴婢一定知恶不业 东霖 总算轮到奴婢了 小姐快说 你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 是府上唯一一个 可以和外界联系的人 你需要对各房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严格的监管 有错过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唯你试问 小姐放心 包在奴婢身上 冉芸你怎么了 大家都有用 我没用吗 谁说你没用 什么用啊 吃啊 吃 吃 吃可没那么简单 有的食物补人 有的食物可以要人命 形色气味 我需要你教我 一一分别 我明白了 奴婢啊 一定帮姑娘全都吃完 不是 我的意思都是辨别清楚 这是我最擅长的 一年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事 沐海遥 这宫子底没有谁 永远输了算 只有谁更擅长一件事 等待 这宫子 你 扣头疯窩的 在干嘛 等 等 等 我 苏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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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久不见 苏南春 怎么是你啊 那还能是谁啊 公子有命 让我请莲姑娘速去王府 王府 啊 可我们不是被禁足了一年吗 这才五个月 难道是解了 公子吩咐了自然就是解吧 东丽姑娘十万火急十万火急 你赶紧去通报一声啊 快去 那不行 禁足令可是公子自己下的 要不 您再去请示请示 是呀 吴奶奶 我求求你了 别再跟我磨叽了好吗 赶紧请莲姑娘出来 梳妆打扮跟 想请路上说 不是十万火急吗 快走 好 梁姑娘 这朗月阁还是没有变 是 屋子是没变 可人就不一样了 姚夫人的生育 已经快八个月了 还有莫夫人 保胎虽然保得比较辛苦吧 可总算也要临盆了 莲姑娘 天快亮了 咱们快携走 莲姑娘 是 夫人 您再忍忍 是 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夫人 奴婢刚才回来路上 看到莲姑娘了 你说什么 她不是在被禁足吗 是啊 可奴婢确实是看到 她和苏楠纯两个人急匆匆的 想要出去做什么事情 奴婢还捡到了这个 听说王府最近出了事儿 谁都知道 她在王爷面前说得上话 难道公子 为此解了她的禁足 这消息 恐怕木槃耀还不知道 你们说 她这么恨罗清莲 要是她知道这个消息 会怎么样呢 丫头 别来无恙啊 碧妾倒是无恙 公子却是有恙 否则碧妾也不会在这里 看破不说 说破才无毒 公子 这这么聪明的丫头 到底是哪个不解风情的 舍得管你这么久 久吗 我倒觉得没有公子演的细久 看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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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给你 走 走 走 好 走 慢点儿 小心小心 慢点儿慢点儿 好 来 快 别伤着 抱抱 抱抱 来了 父亲 坐吧 喝点茶 早春料翘 这芳芳园中还是很凉 王爷要小心身子 芳芳园再凉 哪凉得过取凉河的水呀 帮帮他们总是好的 帮帮他们总是好的 是吧 老三 你把青年带过来 还都不是为了那个 受教倩怡的事 什么事儿 什么都瞒不过父亲 儿子自然是 心疼取凉河的难民 但是父亲 不是 您也知道儿子的金粮 我只担心 不但帮不上忙 还会务事呢 青年 你认为老三 能办得好吗 奴婢觉得 能办好 为什么 因为公子是王爷的儿子 这个差事可大可小 公子若是办不好 岂不得罪整个取凉 王爷是公子的父亲 不会让他落到如此境地的 所以奴婢觉得公子能办好 你这个性子啊 像极了福儿了 聪明里带着刁钻 这斗鸡灵都不让人讨厌 快来 我当 我当 两位小公子 王爷在谈事儿 小声点 快来快来 来 来 你怎么不去啊 接着 我立即想想和过他们 不可以不信不信不信啊 贺家的子孙没有胖的 去 去跟他们抢去 接着慢点 好 太高了 来来来 穿过来 来来来 来 过来过来 来 接着 来 青年 老三对你个怎么样 来 这边 来 这边 这边呢 好极了 好极了 好嘞 好极了 那我怎么听说啊 他把你禁足足足 禁了五个月 这也就好啊 谁说禁足就是不好啊 奴婢在这五个月里 学到的东西 怕是比五年还要多 好 好 好 这好啊 从来就不是只有一宗 那难道老三对你这样子 倒光对自己的儿子 难道就不是这样了吗 父亲期待的心 儿子不敢辜负 儿子一定尽全力收缴倩吟 为取粮的难民谋服 为父亲分忧 公子叫陛下来求王爷改变心意 怎么自己缺先变了 警方嬷嬷专门交给你父亲的脾气秉性 这次呢父亲让我收缴倩吟 你可猜得到其用意 我也猜不出 但总觉得另有深意 好 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 不是只有一种 公子是觉得 这差事未必是坏事 对 我就希望我没有赌错 嫌公子已经漏了馅做不成了 要是再 要是再得罪了官员 这下我可真诚孤君了 公子 昨夜雨那么大 花瓣倒落满地 可树上依旧是繁花四季 剩下的才是公子所需要的 你是在鼓励我 陛切刚才说 相信公子能办成 虽说也是说服王爷的话 却也未必不是实话 是谁总说我薄情啊 怎么突然就变了 因为公子心中装着百姓 公子心里有装着百姓的气魄 就永远做不成孤君 你说什么 奴婢说有人看见莲姑娘被放出来了 怎么可能 才五个月 我们夫人也是这么说的 行了 你回去告诉你夫人 让她好好安胎 我会问清楚的 是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夫人 走 陪我出去 夫人你走慢一些 千万别动了胎气啊 公子心里满满都是那个人 哪儿还有这个孩子 夫人您千万别多虑 公子的大爷还得养仗木家 怎么可能不把您放心上呢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公子喜欢我是约木家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公子喜欢的当然是夫人 公子就只喜欢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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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吗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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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啊 谁要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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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怎么了 夫人摔倒了 快 快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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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那边 那边 夫人 夫人 这儿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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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干什么 都是我的人了 还扭念什么呀 谁是你的人 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 好啊 我要去办公差了 这几天别乱跑 乖乖的 再连维局等我啊 乖乖的 等我 这次呢 父亲让我去治水 你可猜得到其余 他对我给予厚望 我却无能为力 警方嬷嬷 你可否告诉我 王爷究竟在想什么 小姐 小姐 姚夫人派人来了 你可否告诉我 姚夫人派人来了 姚夫人 姚夫人 婢妾给姚夫人请安 姚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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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看我的孩子 漂亮吗 他 怎么了 他 他死了 我的孩子死了 我 都是拜你所赐 我 你在找什么 找他吗 开门 开门 放我出去 开门 你们放我出去 小人徐良川见过夫人 大白天干吗把门关上 回夫人的话 我家主子身子不适 怕见风 难道姚夫人摔跤是真的 夫人问话 你难道听不见吗 小的不敢 只是小的刚外出半餐回来 实在是不清楚 下来的比谁都快 要不得小的问清楚了 再来回夫人 不必 我自己问就可以了 把门打开 夫人 把身瞒不住了 谁说要瞒了 只是不想看到他们那些 幸灾乐祸的样子 去打发了他们 就说 我吃了要睡了 是 大胆 夫人的命令都不停 这么左拦右拦 难道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秦莫 他来做什么 张衣官确实复门复过 夫人最近身子受粮不能见风 怕孩子受这影响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谁也担待不起啊 莫门嘞 御下真的看到姚夫人摔跤了吗 这么大的事 妾生怎么敢乱说 听说姚姐姐都见红了 妾生还听说姚姐姐之所以摔跤 是因为踩了骆青莲的布瑶 你不想要 莲姑娘 妾生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害怕极了 妾生跟姚姐姐先后怀有身孕 日子也差不多 一直想着同时戴下凌儿 妾生自己怀太艰难 便知道怀太十月的苦楚 要是姚姐姐万一 妾生可着实为她伤心难过 行了 不要再说了 人都还没有见到 别说不吉利的话 许阳川 你还不开门 夫人 你要我自己动手吗 好 这朗月阁今天是烧什么香了 不仅夫人大驾光临 连这几个月不出门的莫妹妹 也跟着来了 莫妹妹说 杨妹妹摔了一跤 公子不在 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不过问的理由 我在自家门前摔了一跤 这莫妹妹消息倒是灵通的呀 听你这么说 果然是真的 那么大的事情干满满的死死的 你怎么样 动了太气没有 要是真动了胎气 妾生哪有这个闲工夫在这儿聊天 妾生这肚子里啊 怀的是贺家的孩子 自有上天的眷顾 就算真有人想家害 也没这么容易啊 你说是吧 莫妹妹 那是自然 但是我看来 妹妹脸色苍白 像是十分虚弱呀 这肚子越来越大 虚弱是在所难免的 既然如此 妹妹就别站在这里了 快进去坐吧 妹妹恭送姐姐 谁说我要走啊 妹妹刚刚不是说 很久没见面吗 那妹妹就不请我进去 喝一杯吗 姐姐事务繁忙 还是改天妹妹再请姐姐喝茶 妹妹为何 从上到下都遮遮掩掩的 不是朗月阁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吗 碧妾问夫人安 莲姑娘 你为何在此 碧妾被公子试了禁足 去王府参见了王爷 刚出府门 便见到儒化匆匆忙忙请了医官 才知道 杨夫人摔倒了 有些担心便跟着过来了 那医官呢 医官诊治完便走了 碧妾帮着儒化在里面收拾 正想着禀报夫人 夫人就来了 是 你的意思 是你亲眼看到医官被姚夫人诊治的 是 那结果如何 医官说 姚夫人 并无大碍 姚夫人福大命大 只是动了一点胎气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这里住的是 我知道 莫夫人 她刚刚被姚夫人害得险些流产 只怕是 生产前 日日都要痛苦不堪路 姑娘不要觉得她可怜 她为人势力虚荣 欺软怕硬 并非什么好人 难道和姚夫人一样狠了 那倒不是 莫夫人愚蠢懦弱 欺软怕硬 若哪天她对姑娘有了歹意 姑娘尽管强硬 她自会不攻自破的 莫夫人 碧妾的不遥可否还给碧妾了 什么啊 什么不遥啊 陛妾早上出门时 半秋不是捡到了我的不遥吗 她哪里捡过什么不遥 你可不要胡说 陛妾亲眼看见半秋捡到不遥 莫夫人为何要撒谎 区区一直不遥而已 莫夫人为何如此慌张 好啊 莫妹妹 真好 姚姐姐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呀 我 妾身真的是毫无知情 不必说了 妾身真的毫无知情 莫妹妹 若后若是没事的话 你就好好休养 不必再出来了 是 不必说的 爹妹妹 要是没事的话 就好好休养 公子子嗣西伯 两位妹妹 以后务必重视此事 甚至诱身 姐姐放心 妾身一定不会让公子的孩子 再出任何差错 你说什么 她帮了你 不仅帮了 还是当着狄夫人的面 没想到短短五个月 她竟然从一只毫无还手之力的雏鸟 变得如此欲翼丰满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她若是真心归睡 岂不是如虎添翼 就怕是苦肉计 是不是苦肉计 试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你好几个月没出门 今天头一次早起闻安 不适应也是有的 夫人可好 能好到哪里去呢 唯一的儿子没了 还要眼睁睁看着姚夫人怀孕生子 姚夫人的孩子 怎么 没什么 小的问两位姑娘安 是 姚夫人有什么事吗 我家夫人肚子疼得厉害 像是动了胎气 动了胎气 是 小的着急带张医官去诊治 就先告退了 主人 姚夫人动了胎气 这叙良传 往日看见我们从不讲话行礼 今日倒还说些本分 不是本分 而是故意说给我们听 妖夫人已经流产了 又怎么会动太极 难道她想一直装下去 谢宣问夫人安 起来吧 谢宣问夫人 莲姑娘 你是不舒服吗 回夫人 或许是九日没有出门 然后有些犯困 冬天已经结束了 等到姚妹妹跟莫妹妹的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就能庆祝一下了 方才 陛下在外面遇见徐良川 听说姚夫人动了胎气 严不严重啊 请医官没有 张医官已经过来了 其余的倒不清楚 会不会是昨天摔倒的缘故呢 醉刘 去姚夫人里边看看 是 你们没事都可以回去了 如果有空的话 也去杨妹妹那边看看吧 是 是 药间好了吗 这如花这个丫头是不是刚才我 我骂了她几句她故意磨叽啊 夫人你再忍忍 如花明知这要关乎到夫人和小姑子的性命 哪敢态卖啊 奴婢为夫人安 扶我起来 姚夫人 听说您动了胎气 夫人很担心 特地派奴婢来看看 有什么可看的 开相不稳 是能替我伸 还是能替我疼啊 姚夫人既不需要 那奴婢便回去了 让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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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了你十几年 却从来没被你当人看过 既然你这么宝贝这个孩子 就偏偏让你生不出 夫人 房子 众人 我 和你傅 交到你了 都得大 和你 严忑 看见 看见什么 没事 自己人 说吧 奴婢亲眼看见 儒化竟然在姚夫人的药里 下了华胎药 胡说 儒化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鬟 可奴婢认为 姚夫人非打击骂的 无论是谁都会积怨成仇 难免有报复之心 你可拦了 没有 你疯了 为何不拦 奴婢不想拦 她作恶多端 这是她应有的报应 罪柳姑娘 你当真看到的 是儒化 千真万确 不可能 儒化明知道 孟海瑶的孩子没了 她不可能这样做 孩子没了 一关竟然还在凯瀚谈药 姚夫人这是要她多大的胎 尝多大的喜 夫人 您还犹豫什么 您千万不能过去 骆青莲那儿有什么异象 没有 不过夫人您放心 柔夫人盯着呢 只是不知道 嫡夫人那边会不会 她会来的 她做梦都想要光复方氏一族 她的愿望 唯有公子席爵成功 她的愿望才能实现 试想一个子嗣稀薄的公子 谈何席爵的资本 所以只要骆青莲不拦着 她一定会来 谢夫人 虽然我真的很想把她碎尸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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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毕竟那是公子的子嗣 可毕竟那是公子的子嗣 她是公子的子嗣 天气有些凉 带见披风吧 公子 你千万不要怪妾生了 其实也知道你共事凡亡 可是 不让你在身边 万一这个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海瑶 到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我珍惜这个孩子 我也需要这个孩子 只要公子需要 海瑶就是受再大的苦 也会好好地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建一个药间 这么长的时间 看我无法不乏了你 黎夫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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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喝 这是我们夫人救命的药 怀蕊 你这是做什么 姐姐 你就这么容不下 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妹妹 你这番话 说得五味杂贞 我真希望你的肚子 能够平平安安 这个药 是华胎药 海瑶 夫人 张医官 张医官 医官 夫人 公子 这药在肩 恐怕要一个时辰 还有什么见效更快的药 药 公子 可是这姚夫人 现在情况十分地危机 这原来的方子 是最适宜的 现在肩已经来不及了 这药 倒是见效快 可是 就怕这姚夫人 甚至抵受不住啊 张医官 哪来 哪来 只要对孩子好 再苦我也能够熬 夫人 夫人 海瑶 夫人 是 医官 准备 是 是 公子 施数万幸 这胎保住了 姚夫人的身子 也还好没什么大碍 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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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即便妾身当众失礼 也绝不会让姚妹妹 喝下这碗药 因为醉柳七眼看到 儒华因为竟恨姚妹妹打骂 所以下了华台药 奴婢没有 公子 儒华从小跟着主人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啊 夫人 奴婢与您无怨无仇的 您为何要这样诬陷奴婢啊 是不是诬陷 不是你我能说的 是 回公子 这碗药礼片 并不华台之物 怎么可能的 是 公子 相信妾身 绝不会诬陷一个下人 您当然不是要诬陷奴婢了 夫人 小公子没了 人人都替您痛心 可是你也不能见不得 我们家夫人怀孕 就要加害于她呀 今日要不是我们家夫人福大命大 如今失去的 可就是公子您的另一个 亲生骨肉啊 公子 你相信妾身 姚妹妹怀的是公子子 妾身绝没有丝毫的怨恨 还有加害之心 公子 奴婢发誓 现在看见如花在药里下毒 如有半字假话 天大雷劈 公子 毕竟当时就在金丘院 心儿听到罪流禀告 确实没有半句许言 谁不知道你们都是夫人的人 医官已经咽过药了 那就是铁证 可怜我们家夫人十月怀胎 如今却要被这样作茧 公子 还请您给我们家夫人做主啊 行了 药儿 药儿起来吧 都起来吧 药儿的事伤你太深 那你就先多多地歇息 府里的事情 就交给海妖吧 妾身明白 你不用看了 她如果想揭发 方才就已经输了 再来 夫人 方才真是吓坏奴婢了 如此试探卓青莲是不是成荆归顺 万一暴露了流禀的事儿 破坏了夫人和柔夫人的计划 那岂不是太不值得了 不值得 如果洛青年归顺是假 明里却在帮我 隐瞒流产之事 那说明他要从长计 他日来个人赃俱火 他想放这长线 我还不想坐这大鱼呢 照这么说 洛青年是真心归顺了 真心自是不假 只是我本来想一箭双雕 起码也让夫人来个禁足 没想到 只是收回了 他管理内务之权 对咱们要做的事来说 已经足够了 婢妾给姚夫人 柔夫人请安 人都走了 坐吧 喝茶 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天不知地不知的丫头 敢私奔 敢抗婚 什么话都喜欢说在明面上 半年不到的时间 也竟然可以深沉到 面对公子跟姵夫人都不动声色 人总是要成长的吧 碧妾只是比别人聪明一些 学得更快一些 有多聪明 这事你怎么看 碧妾怎么想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碧妾 什么都不该想 现在说话这么审理的人 真的不多了 不是吗 柔姐姐 是啊 这种人是不多了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回去吧 以后有空常来坐坐 对了 上次你让家兄 计较受盈之事 勉强也可以答应 但是我听说 好像欠款 很多人不愿意还 这公子也一筹莫战 碧妾倒是有一个法子 妹妹来了这么久 不知道学了些什么 哪一样学得最好呢 自然是知难而退了 到底是知难而退 还是以退为进呢 想来妹妹也累了 改日再请妹妹 到西眼楼一续吧 姐姐慢走 蜘蛛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日盐前朱节网 果然装得万善宠人 蜘蛛最擅长的就是耐心和折服 难道她猜到小姐 原来沐海洋能有今天 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牧家 姑娘 姑娘 我正找你呢 找我做什么 姑娘 碧妾没记错的话 公子刚才说公务繁忙 难道是碧妾欠了王府哭吟 我的确说过 可我也说了 让你 乖乖地在莲威居等我 青天白日的公子想干吗 难道聊聊天 就只能在晚上吗 好 丫头 你不会想 碧妾没什么跟公子可聊的 你没有 我有 首先要聊的呢 就是方才的事 方才的事 公子都已经知道了 丫头啊 你该不会是在瞒着我一些什么吧 公子请自助 自助 你出去打听打听 要是我自重就不叫贺连信 你现在是我的碧妾 你真的以为当碧妾这么容易吗 说好君子学家 你不能动我 交易 你帮了我些什么呀 猜出我父亲的心意 还是帮我讨回了倩吟 我 我贺连信 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对 就算这次看走眼 瞎错了注 我也不能让自己 血本无归 对吧 不如我们两个 我们 公子 您快去瞧瞧吧 左公子的点宝署门口摆上摊了 公子 公事要紧 来 大家看过来啊 都是上好的文丸字画 哪位出个价 给银子就卖 这不是左公子吗 是啊 他不是刚从 大家正后见了 这幅厉害了 怎么了 骆驼 当街卖丝画了 还有这个 这一张开泰图 有没有使货的 公子要做事 为何要带上币气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从不做赔本生意 你是我用千里良具换回来的 既然都打了眼 那我就吃亏点 把你当个奴婢试试吧 待会儿加点水啊 穆天叔见过公子 穆兄不必斗礼 人呢 在这儿 五十两 拿走 座公子 快别吆喝了 这 这成何体统啊 怎么 许我三哥逼债 就不许我老五卖东西啊 我不瞒您说啊 我三哥这是债逼的呀 全取粮的官员们 都快上吊喽 别说是我老五 那就是我二哥世子 都快吃不上肉了 座公子 不能胡言哪 你回去吧 回是回不去了 你来看看我这些宝贝吧 都是好东西啊 这个这个这个 宝葫芦啊 你看啊 香的都是翡翠 五十两拿走 别人我都不给 就五十两啊 五十两啊 说好了啊 五十两 来来来看看我这个 象牙楼空雕 五十两有要吗 五十两 五十两 六十两 七十两 一百两 一百两 好 就你了 一百两 还有这个 葡萄百戒 这个我跟你说 可厉害了啊 见过吗 不知这位大人 要干什么呀 七十两 还有吗 八十两 本官想干什么啊 还得向你们汇报啊 多长 展开展开 就是你了 大人要做别的 自然不许向小人请示 可是要归还倩吟 世子爷请大人留下性命 改日和大人好好聊聊 世子 怎么 大人还有事吗 没事没事 我走错了 走 世子和老四真是用心良苦啊 看来要办成这柴事 遥遥无期了 沐兄 你自动请命 助我收缴欠款 恐怕被我拖累了 公子严重了 公子与穆家 早已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公子和谈连累 况且 下官知道一件事情 也许帮得上忙 沐大人 你是要给我看什么呀 公子即刻便知 不过 青年姑娘在这儿好像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你把它当成这个板车就行了 你把它当成这个板车就行了 你 你 你怎么 怎么不早说呢 我 我还问公子 公子不是说无数吗 你 你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他们在例行检查 因为每次可以出入营库的 只有这些库钉 所以他们每次出营库的时候 都要举手 拍手 大叫 跳板凳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口中 手中 腋下 没有夹带银两 嗯 他们每天都这样吗 不错 但即便是如此 酷吟还是经常失窃 公子 下官间巧合 听说这刑窃之人是 跳完了 跳完了 莫非下官的消息有误 也未必 有些地方是我们瞧不见的 五兄 先别让他们走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记得啊 让他们穿衣服啊 你搂够了没有啊 他们现在脱裤子了 这刚入春天还凉着 刚才各位这样赤条条的 就不怕动坏身体吗 谢兴公子体恤 我们习惯了 这三九天也就这样 辛苦啊 各位辛苦了 来人 快点儿 慢吞吞的 刚煮好的姜汤 大家赶快喝吧 一人一往 谢兴公子 别客气 来吧 多乖巧的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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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惠啊 贤惠啊贤惠 这个奴婢贤惠啊 辛苦啊 好 既然大家都喝完了 身子也暖和了 我们就该好好地聊聊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爷派我收欠银 那我总得知道 这银库是怎么一回事吧 所以今天呢 就是来问一问银库的归程 新公子 这归程反常 一时放火也受不明白 您要真想知道 属下单独给您汇报 奴婢给各位夫人请安 姑娘 刚才公子派人莲威居 说是要建议去摆真相 怕是要恭喜莲姑娘了 摆真相 都知道 是公子最喜欢的地方 可是从来都没让妻妾陪同过 也包括我在呢 夫人 苏南春来了 请 启禀姚夫人 王府刚赏下了一盒卷花 公子知道姚夫人喜欢 就派小人马不停蹄地送来了 这一盒都是给我的 公子是这么说的 连夫人都没法 公子说 穆大人劳苦功高 只要是姚夫人喜欢 就全都是姚夫人的 至于别人有没有 全凭姚夫人 您说了算 我哪儿担待得起啊 莲姑娘说了算吧 毕竟不敢 就凭公子对你的宠爱 我这朗月阁都能赏了去 又何况极朵假花呢 苏南春 给莲姑娘选选吧 姚夫人看到的是极朵假花 而碧妾看到的 却是公子底的整个花样 从前没看出来 你嘴还挺甜的 罢了 选几朵吧 是 碧妾什么身份 碧妾自己清楚得很 能分一碗薄粥 全是因为 沾了姚夫人的福气 怎么可能僭越呢 行了 把花带上 多谢姚夫人 莲姑娘这镯子看着甚是金贵 不像是妹妹的东西啊 祖上船呢 一直带着呢 二位夫人慢聊 毕竟告退了 姐姐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是看出什么 纰漏了 我没看出什么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 妹妹信不信一个人 只看她有没有纰漏了 那倒不是 我只是想不出来 一个虚情假意的人 怎么会去帮助敌人的家族 让自己有无翻身之地 我累了 姐姐也回吧 希望这样的事没有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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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吗 到这儿还能干吗 花钱呢 姓公子 大家光临 有失远迎 来 请坐 最近啊 小店来了一批 橙色非常好的东西 让您过过目 来 搭上来 好嘞 来 茶茶 多谢 行公子 行公子 您瞧瞧 这个还不错啊 这张耳环很多人都试过 没有一个像姑娘宁啊 戴上这么好看 这张大饼撒上这两叶葱 可以出锅了 行公子啊 说笑了 这巴掌大的脸怎么会像大饼 我这儿还有更好的 来 拿过来 好 行公子 您瞧瞧 这个色子还不错 这个秤杆子 配上一个秤坨 刚好衬衬刚才那张大饼 行公子 这些可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了 您若还挑不上 小店可就真没有了 张掌柜 你谦虚了 要是连你这儿都没有 那整个摆真相 还能找谁买东西去啊 小人哪敢谦虚啊 信公子都快把摆真相逛完了 您要是在这儿入了眼 那小店不也是扬眉吐气了吗 无奈您的眼光实在太高 小店确实是没有了 这么说都拿出来了 都拿出来了 是吗 你昨天不是收了 纪善署齐大人的 金箔卷丝琉璃珠 然后前天又从神理署 冯大人手里呢 收了牡丹纹眉瓶 对了 你不是还从左公子手上 收了一件掐丝灵纹银盘 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 东西在哪儿呢 让我瞧瞧 瞧瞧 就说什么事都瞒不过信公子 这些东西我是收过 可是做生意啊 讲究的是有买有卖 您说的这些物件 已经出了 都出了 都出了 这么快 这么快 一个人 一个人 这么大手笔谁啊 买家想饮着 新公子也是懂规矩的 就别难为小人了 公子到底还要逛多久 逛到由你喜欢的为止 是逛到有碧妾喜欢的 还是逛到公子摸清这百真相的底 是 近日 穆大人劳苦功高 公子要省 还是省穆大人的 碧妾有些累了 先休息一下 想要来壶茶 你就没有功劳吗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碧妾忙什么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怎么肯忙呢 那怎么没看到礼堂啊 他家里有事 跟碧妾告了假 回家几天今日就回来 那我怎么听说 有人看到他 在盗库淫的五夫人家地门外 先是做伪证罚了怀蕊 再来就是提供消息驻穆天书立功 这样样呢 都是给海瑶往高处抬 丫头在打什么算盘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 公子明知道夫人是被冤枉的 不也一样顺水推舟 碧妾跟公子打的 不是同一幅算盘吗 我哪有什么算盘 我就是贤公子 我恨不得天天混在这文丸字画里面 是吗 那碧妾最近听说这百真相 真是热闹极了 全取粮的达官贵族 为了归还倩宜 都把自己的宝贝拿到这里来卖 谁家想还钱 谁家不想还钱 都在这文丸字画里面 你这丫头还知道些什么 彼其还知道 公子一尴尬就拉长声音说话 你再高兴我瞧瞧 公子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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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碎碎红莲叶 两处沉吟各自知 掌柜 把这戒指包起来吧 真不巧 星公子 这枚戒指已经被人定了 又被定了 被谁啊 这 明白 隐着嘛 对不住了 星公子 什么都是缘分 得着了也是缘分 得不着也是缘分 现在得不到 不见得永远得不到 丫头 缘分是果 而不是因 这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能卖给谁啊 我要是不留李大人东西 他也不能走啊 说是急着还 王府欠吟 我只答应了寄卖 寄卖 寄卖 寄卖也要有人买啊 去去去 扔了扔了 等等 这些东西 星公子别误会 酒店从不收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来 这也是被缠得没办法 这些东西我要了 怎么了丫头 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是吧 这世上呢 好男人不只有吕北义一个 你看他冷冰冰硬邦邦哪里好啊 我总比那颗石头好多了吧 公子每天捉弄碧气 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 哎 我怎么会捉弄你呢 你可是我用千里凉决换回来的宝贝 我疼你都来不及呢 真的啊 公子果真这么喜欢碧妾 既然这么喜欢 那一定是有求必应喽 那碧妾现在觉得公子府里的女人太多了 想要公子把大大小小的夫人都修掉了 既然公子 不爱江山只爱美人 那方家穆家也没有什么用了吧 席诀也更是没有什么用了吧 不如你我花前月下双俗双妃 岂不更好 若是公子怕了 请你以后离碧妾远一点 来 我又不是下人 这丫头哪儿血的 小姐是姓公子 都说了让你别扭头 怎么办呀 跟我来 快 快 袁雪 是你吗 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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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 没事 走吧